后方车辆紧紧跟随瞥一眼后照镜 一股紧张感油然升起 明明是双白线 警车却打了方向灯 隔壁的红色大货车 似乎没察觉异状继续执行 警车无法顺利跨车道 终于路口红灯亮起 时机来临 远警二话不说跳下车 举枪包围右前方的白色车辆 原来他们已经尾随驾驶一段时间 二十九号早上十点多 桃园大西南亚派出所远警 执行巡逻情勿发现 一辆相当眼熟的白色车辆 经过武岭桥往桃园方向前进 调阅车牌确认果然不出所料 就是四十三岁占性毒品通气犯 就怕大动作打草惊蛇 远警一路尾随大约两公里 直到接受路与园林路口亮红灯 通气犯陷入车阵当中动弹不得 远警趁机上前待人 周遭都是车辆 占性通气犯无处可逃 立刻束手就勤 而当事车主这下才松一口气 原来不是被逼车 远警只是借用车身当掩护 掌握时机让通气犯插齿南非 TVBS新闻廖宗庆蔡新宇桃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